皇帝的花瓶 很久以前有位很出名的老陶匠 他做的陶瓷以精致而闻名 皇帝每年都要他献上他最美丽的花瓶 但是老陶匠年纪大了 需要有人来接替他 小狼乐宾躲在草坪里突然跑出来 哦 我很想把这个花瓶给皇上送过去 这样我就是英雄了 太吐了 老陶匠同意了小狼乐宾的建议 但叮嘱 好吧 但你要好好听从指挥哦 就这样 忠诚的罗兹伯伯和乐宾踏上了旅程 淘气的乐宾找到了一条捷径 但罗兹伯伯并不建议他改变路程 他们看到了一座桥 乐宾并没有听从罗兹伯伯的忠告 直接从桥上跌倒了下来 紧接着乐宾又来到了水稻梯田 他还是想穿过去直达皇宫 但没想到这并不是梯田 而是一条大龙 大龙生气地问道 谁那么大胆打扰我午睡 请你们从我背上下去 就在大龙起身的时候 花瓶从龙背上摔下去 掉在地上碎了 乐宾刺责道 哎呀 我要怎么样向皇上交代呢 我又要怎么向老陶匠交代呢 呜呜呜呜 都是我的错 我走了错误的道路 罗兹伯伯那条路走了上百次 我真该听他的 乐宾转向罗兹伯伯问师傅有办法 可罗兹伯伯靠出小陶匠 又修复花瓶要从稻田底部挖出细粘土 粘上好用火烤一下就可以了 可是这稻田哪来的火呢 乐宾临机一动 虽然没有桃窑 但我们有条龙啊 大龙在花瓶上大力吹火 花瓶竟然被修复好了 和之前一样精美 皇上这会儿已经等不及了 大龙先生马上再上了小狼乐宾 罗兹伯伯还有宝贵的花瓶来到了皇宫 乐宾见到皇上 双手乘上花瓶 皇上非常满意 乐宾说道 尊敬的皇上 老陶匠派我来为您献上花瓶 不过如果没有罗兹伯伯伯伯的建议 和龙大师的帮忙 我一定没法把花瓶送到你面前 干得好 小狼乐宾得到了夸赞 故事结束了